Hello, 回到 Prison Break, 繼續吹水 吹些什麼呢? 講一下 G7 會議, 以及澳洲 澳洲在挑釁中國, 大家都應該知道這兩件事 但現在就跟大家研究一下, 深入地說 一般主流傳媒不會跟你說的話 我和你們分享現在 G7那裡挺有趣的 因為今年的G7就在英國倫敦舉辦 邀請了印度、澳洲、南韓 這三個國家希望可以拉攏他們來抗中 抗中就是今次 今年G7會議的主題和任務 一會兒會說成不成功 有多成功, 或者有多折磨 一會兒會說 一點點背景, 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呢? 現在很快就說 Group of industrial nations 是哪幾個工業國家呢? 就是英、美、法德、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 是傳統上的工業國 現在就不是了 因為你好像 意大利、加拿大那些都沒有什麼工業 只是說傳統的七大工業國而已 近這十年 G7就顯變成了一個西方抗中抗俄的組織 俄羅斯之前都有加入這個組織 當時就叫做G8 但是呢 好像14年因為Cremier打仗 就踢走了俄羅斯 現在就剩下G7 之前都好像叫G7加1 G7 plus 1 就是俄羅斯 當然就沒有了 今年就邀請了印度、南韓和澳洲 旁觀者 個癮地方就是 印度的Delegation 去了倫敦之後 雖然沒有參與主題的會議 但是呢 又帶到一些病毒過去 所以他們當時就在酒店裡 Self Isolate 因為他們不是G7會 Member 他們是可以參與其他 Side Meetings Side Discussions 等等的 但是主流的Meeting 他們就沒有去到的 Anyway 所以就有這個 即是他們害怕 有人問到 為什麼不透過Zoom 這個視像呢 都是要面對面的 那個主題就是擴充 但是結果 開完會之後 他們是沒有 有一個一致和強硬的抗中態度 原因就是 德國和意大利 在這裡反對 有任何強烈的抗中 或者反中的言論 以及立場 他們兩個國家是擺明 我們和你們其他國家 G7國家 成員國可以開會 可以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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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但是如果你說 要簽任何東西 或者說任何東西 是很強烈地反中 抗中 我們就不做的 原因就是 大家都知道 他們一向和中國是朋友 經濟上也是靠中國的 就是之前說過 德國 馬克爾政府 他們一向都和中國 都有談有說 都有朋友 想搞好生意 想維持一個正常關係 就不同 就像英國、美國那樣 但是馬克爾 他接下來 因為好像 今年下半年 就是德國選舉 所以馬克爾 就應該下台了 現在很大機會 是綠營 就是Greens 就是環保黨 上位 環保黨 就比較 都挺極端的 就是他那些 都挺反中的 但是到時他上位之後 看看是怎樣 因為始終在德國 有一班工業家 去平衡整個局勢 但是現在 馬克爾仍然執政 關係就維持了 德國整個汽車業 是靠中國市場的 所以如果中德關係 搞得很差 習近平想給他們一些顏色 可以很快地 嚴重地打擊 德國車行業 到時整個德國經濟 就是向下走 因為當然 不只是車那麼簡單 汽車製造業 背後很多公司 很多supplier 很多parting components 的製造公司 在德國 不單止德國 在其他國家都有 其他歐洲國家 包括意大利 捷克 匈牙利 因為那些公司 雖然是德國老闆 德國投資 但是聘請那些人 那些勞工 全部是當地的 所以德國和意大利 混和少少 抗衡了英國和美國 英國和美國 甚至日本 當然想有一個強烈的反華立場 所以結果這個G7會議 沒有任何事 沒有任何立場 共同反華措施 或者言論 只不過 拍了一張照片 給你看看 上面那張就是 官方的照片 下面就是 麒麟哥 又在這裡諷刺他們 很明顯地在八角聯關的時候 但是你看看下面 麒麟哥的照片 在左邊 你看到印度人 他正在吊鹽水 那些東西很划算 因為這個會議 印度的Delegation 在散播病毒 有多成功就不知道 他們可能帶了印度別形金剛病毒 去了倫敦 所以就不知道怎樣 不知道有沒有散播 這方面沒有消息出 可能已經散播了 已經在做事了 但是傳媒沒有報導 印度那方面 現在說了一點 真的很令人擔心 因為他們那些變形金剛病毒 是變得很厲害 之前說是超過200種病毒 現在又說是過了1000種 1000種的變種 總而言之很多 大家應該都明白為什麼 原因就是他們本身髒 那個環境這麼骯髒 又在赤裸洗澡 又扔牛屎 又喝牛尿 加上他們那些咖喱 哇,大哥 不是開玩笑的 他們那些變形金剛病毒 所以就一定要 避免他們 不是說不幫 照幫 照給氧氣 那些氧氣吸起呼吸機 以及其他物資照給他們 因為始終這個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 但是我們都要保護自己 要避免他們 以及其他鄰近印度的國家 幫他們封實他們的邊境 OK 講講澳洲 澳洲呢 近這幾個星期 就在這裡不停地升溫 跟中國 中國呢 幾個月 不是,幾天前 就在這裡取消了 中澳經濟對話 不是,經濟戰略對話 對上一次是2017年開會 現在就 indfinitely取消了 隨時可以恢復 如果澳洲的行為是有進步 但是應該都不會的了 澳洲人呢 就在這裡說 我們呢 We do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fighting China in a war over Taiwan or the South China seas 不排除和中國開戰 在台灣 或者在中南海 澳洲的軍隊 就已經跟澳洲特種部隊 SASR Special Air Services Regiment 就已經說 是啊,我們不排除和中國開戰 準備一下 OK,就是講這些話 為什麼這麼說呢? 為什麼他們這麼好戰呢? 以及究竟他們有什麼實力呢? 老實說,實力就沒什麼了 一會兒會跟大家研究一下 他講這些言論 似乎就是兩件事 第一,就是可以證明給他大哥看 即是美國 他是一個非常忠心的契弟 我是一個很忠心的契弟 OK 所以你們的契哥 你成為我的契哥 就要更加幫助我 但是實際上是沒有幫到你們澳洲的 甚至乎是找你好處的 你澳洲和中國搞得那麼僵 中國政府取消了很多訂單 那些訂單給了誰? 給了美國 煤那裡 中國已經取消了所有澳洲的訂單 結果這些訂單就給了美國 買美國的煤 就是這樣 其他東西都是這樣的 好像牛肉那樣 牛肉就沒有那麼嚴重 牛肉呢 就剩下六成左右 OK 就剩下四成 但是呢 那六成的訂單 很多都會去美國的了 所以呢 澳洲以為在這裡做那麼多 那麼多事情 搞那麼多大頭髮呢 以為可以證明給美國看 他是一個很忠心的契弟 這個就浪費了 浪費了 浪費了 美國只能吃多一點 搶你飯碗 這個第一 很明顯地是不成功的 第二就是澳洲的政客 覺得如果有一個假想敵 有一個external enemy 他就可以團結內部的市民 尤其是接下來選舉 他們Skomo 即是Scott Morrison 即是現在澳洲的總理 Scott Morrison 可以說 你看看我現在 我是一個很強的 很勇敢的領導 我現在 是對抗 中共 你要選我 知道嗎 選我 我可以繼續 保護 保佑澳洲 我們有一個勁敵 就是中共 基本上走回蔡英文的圖 就是用抗中牌 打抗中牌 去吸引選票 這樣呢 但是呢 在社交媒體上 就看得到 未必通了 這條路 因為在Twitter 在Facebook 看到 不少澳洲 本地人的聲音 就在那裡說 很白癡 挑釁中國 是很白癡 即是 過往那半年 已經是挑釁了中國 結果 你看看 中國的訂單 就全部剪掉 不是剪掉 就是剪大半 全部給其他國家 包括我們的契哥美國 那現在 還要踩心一點 還要向中國更加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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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幫台灣 在那裡 派軍去台灣 打中國 這些言論 可能有機會 有機會 就走火 很多澳洲人 本地的澳洲人 已經說 這些是很白癡的 包括 有幾個 很有名的政客 包括 Bob Carr 還有Gareth Evans Gareth Evans Gareth Evans 好像十年前的澳洲外交官 現在就是肥婆女人 現在是阿Pain 但是十幾年前就是Gareth Evans 他都挺有料到的 OK的 另外就是Bob Carr Bob Carr 就是澳洲工黨 一個很有經驗 很有地位的政客 有其他人 但是這兩個政客 比較出位一點 因為他們有份量 他們說的當然是有些份量 他們也是那句 是很白癡的 在挑戰中國 因為你真的打起來 是輸定的 第一 未必有美國幫拖 如果你真的這麼困難 你澳洲派戰艦去中南海 去台灣 去台峽海巡邏 假設是 剛好有些假放官在 如果大家碰船 或者有些嚴重的事情發生 真的打起來 你澳洲是輸定的 是輸定的 而且美國就未必幫你 因為美國的利益不在 美國的利益始終 是想中國買多些 產品和其他東西 要希望中國去達到 去年 川普和劉鶴 談那個Phase 1的貿易協議 這個才是對美國最重要 以及某方面 亞製中國的科技發展 這些是對美國最重要 不是真的打 你真的打是沒有好處的 對美國 但是現在澳洲做一個工具 爛頭桌 You're a tool man 工具 醒醒吧